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众人却是席地而坐,看上去非常的艰苦 网友看到微博后纷纷留言点赞称 票房这么好还要坚持路演,这就是心态 还这么用心的路演真的辛苦了 吴京在路演中称,这几天他就想干三件事 吃顿饱饭,好好上个厕所,睡个好觉 路演最后一站合肥终于结束收官 看来吴京可以做他最想干的事了 据悉,截至8月9日早上 电影《战狼2》的综合票房已达36.58亿元人民币 创造了中国电影最高票房纪录 前数据还在不断杀新中